接著我們要教一個重要的觀念 有這個觀念 有些題目你不用真的去算出來電阻有多大 你只要這個想法 你的答案就出來了 第一句 電阻串聯的時候 總電阻會增加 我們剛才做了一個練習 原來是2歐姆 3歐姆、6歐姆 合起來幾歐姆 11歐姆 電阻增加了 所以電阻增加了 所以串聯的時候電阻會增加 那串聯就是越拉越長對不對 越接越長嘛串聯 那麼我們也曉得 長度我們前面教過了 長度越長電阻就會怎麼樣 越大 那還有一句話 這個2公分 那個3公分 接在裡面幾公分 5公分 長度就加起來就對了對不對 所以 因為我們的電阻跟長度成正比 所以可以拿長度來代表電阻 對嗎 所以那長度加起來 串聯就是長度加起來 所以串聯的時候 就是把長度相加 叫什麼 就是電阻要怎樣 相加 所以電阻就相加 所以剛才告訴你 串聯的時候 總電阻怎麼做 統統把它加起來 統統把它加起來 所以就來了 另外一個叫做 病聯的時候電阻會怎麼樣 減少 來我們剛才做了一個題目 2歐姆3歐姆6歐姆病聯 合起來幾歐姆 1歐姆 比最小的還要怎樣 還要小對不對 所以病聯的時候總電阻會變小 病聯就是越接越大塊 面積對不對 面積 那我們講過面積越大電阻就會怎樣 越小啊 所以病聯就是越來越大坨嘛 越來越大塊 而且根據我們前面教的 面積會跟電阻成什麼比 反比 所以呢就是 面積就是電阻的導數 對不對 面積就是電阻的導數 病聯就是把它都加起來 這個2平方公分 那個3平方公分 並在一起5平方公分嘛 面積就加起來 面積加起來就是什麼 就是電阻的導數加起來 等於總面積等於總電阻的導數 所以我們就為了剛才講過的 病聯公式叫做導數相加的導數嘛 導數相加的導數就這樣來的 所以我不需要經過那個數學式的推導 我又有個長度跟面積的觀念 我就可以曉得 串聯的電阻公式應該是要相加 病聯的電阻公式應該是導數相加的導數 導數相加的導數OK 來 這也是簡單的應用 搞清楚你在算什麼的重點 ACB 什麼意思啊 4Ω跟8Ω怎麼樣 串聯 串聯要怎麼做 加起來 加起來多少 12Ω 所以就是12Ω 就是12Ω 好 那改成A跟B呢 AB又怎麼樣 上面有一個4Ω跟8Ω串聯 串聯完在底下12Ω並聯 那4Ω串它串算是12對不對 等於上面一個12跟下面一個12 兩個12呢並在一起嘛 所以呢串聯之後再併免 串聯是12Ω 就等於是兩個12Ω併免 那剛剛講過併免要怎麼算 導數 導數相加的導數 所以呢就是12分之1再加12分之1 12分之2 不要忘記要怎麼樣 導數 導數 所以答案應該是6Ω 所以答案應該是6Ω 只有4 立體06 OK嗎 可以嗎 可以 換各位 剛才是兩個串完之後跟另外一個B 現在是兩個B完之後跟另外一個串 好那一樣 第一個是問AB之間的電阻 AB怎麼回事啊 AB怎麼意思啊 就是兩歐姆跟三歐姆並臉嘛 並臉 那這樣子呢是多少呢 這樣子是多少呢 好難得喔 來 帥哥 14號 多少 5分之6 1.2 請坐下 好 AB就是兩歐姆跟三歐姆並臉 並臉要怎麼辦 導數相加的導數 所以叫二分之一再加三分之一通分 加起來 六分之五 不要忘記要翻過來 五分之六 答案是1.2歐姆 OK 那下一個就很簡單啊 你已經算出來左邊這一塊是1.2歐姆嘛 他等於是跟右邊 一歐姆怎麼連 串連嘛 那這樣子的話會有多大咧 這樣子會應該會有多少咧 這應該就會簡單多了吧 我們找一位帥哥三十一 哦 三十一 三十一誰 三十一誰 多少 五分之十一喔 五分之多少 十一吧 五分之七喔 好吧 你講這答案有點怪 五分之十一 這答案有點 好啦 沒關係 反正意思對 剛才講了嘛 就是病聯玩在串聯嘛 病聯已經算出來多少 1.2嘛 等於1等於是1.2歐姆跟1歐姆串 串聯要怎麼做 加起來嘛 就加起來啊 1.2加1就是2.2歐姆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2.2歐姆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十一 就是讓各位練習一下 我們的店主的病聯跟串聯的公式 OK